纽约大学声称,其医学院朗格医疗中心的一名外科医生 已成功将一头基因改造猪的肾脏接连到一位病人的血管上 并实现体外工作54小时为引发受体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 众所周知,人体的组织器官在移植给其他受者之后 基本都会发生排斥反应 为什么使用猪的器官就可以呢? 这场手术的结果是否表明器官移植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呢? 希望朋友们能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话题 一般来说,器官移植是有很大可能出现排斥反应的 因为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相当强大 它能够对包含细菌、病毒、异物、一体组织、人造的材料等非自身的成分 进行攻击、破坏和清除 这其实是人体内部免疫反应的一种非常正常的保护机制 但也正是由于这个保护机制的存在 使得一体器官移植变得相当困难 那为什么在这次的实验当中 猪的肾脏器官却没有出现排斥反应呢?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可以用来替代人类缺陷的其他物种器官 然而在进行多次的实验之后却发现 当动物的器官被移植到人体中后 会很快引发严重的免疫排斥反应 但这几十年的研究活动却也让科学家们发现 猪细胞中有一种糖 阿尔法半乳糖 似乎正是患者会出现排斥反应的原因 除此之外 相关研究人员还发现 在其他动物的肉中也发现了这种糖 而它正是有些人会对红肉出现过敏反应的主要原因 于是科学界们决定从基因入手 彻底敲掉会产生阿尔法半乳糖的基因 2020年12月14号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基因改造株 可以作为食物 又可以作为多种治疗产品的来源 由此可以看出 它们似乎成功了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 器官移植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呢 虽然它们看似成功了 但如果以专业的医学来看 这场手术却充满了讨巧和作秀的成分 首先 那名受体患者其实是一名脑死亡的女性 且诸肾并没有直接放置到患者的肾脏位置 而是被移植到了她的大腿血管上 虽然这确实方便了研究人员们观察肾脏的变化和功能状态 但是这种不严谨的做法 却无法称得上是在给肾衰竭患者续命 不过当被提及到这些问题时 执行这项手术的医生蒙哥玛利却认为 通过观察表明 移植后的朱肾处于正常水平 他制造出的尿量也与预计结果一致 且病人原本有些异常的肌肝水平 在接受朱肾移植后也恢复正常 这些迹象表明这是十分有希望的 而且目前来说并没有出现不相容性的直接体现 蒙哥玛利还计划在将来的一到两年内 将以肾衰竭病人为实验对象 为他们移植这种基因改造朱的朱肾 但如果我们细观这次实验结果 就会发现一些异常 一般来说 对于如此重要的实验 人们肯定会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 而这场实验却只进行了54小时就结束了 他们更是直接撤掉了那位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维持设施 实验被强制中止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怀疑 如果再多观察一些时间 人体的排斥反应就会破坏掉这颗朱肾呢 所以无论怎样 这期手术的结果 都无法对一种器官移植的新时代到来 这种说法负责 但从这个短暂的实验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经过基因改造后的猪 似乎是可以解决困扰医学工作者们多年以来的难题 据美国的国家肾脏基金会数据表明 目前美国有超过10万以上的人都在等待着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而几乎每天都会有13人 会因没有接受手术而死去 这都是由于患者只能等待别人死去才能得到的器官 更多的人都等不到那天的来临 所以如果格朗医疗中心的一种器官移植 能够尽快完善作用于人体 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然而一种器官的移植除了排斥反应这个难题外 还存在着其他问题 比如也许会面临共体的病毒 免疫和功能兼容性等 如果在将来这些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的话 相信一种器官移植的时代就真的不再是梦了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记得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